由范冰冰主演的大型武装剧《五妹娘传奇》在热播的过程中可谓话题不断 而最近播出的剧集中 《五妹娘》一先逆驾崩 剃度进入感业寺 但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明明感业寺是个尼姑庙 但这些尼姑居然都是男的 只见这群感业寺的尼姑们各个五官硬朗 吼街清晰可见 眉宇间尽是此凶莫变 最令人感到莫名的是 尼姑们胸前的衣服里还特意塞上代表女性特征的内容物 即便如此还是相当令人感到违和感 虽然不少网友纷纷质疑 一向打着制作金刚旗号的《五妹娘》在这方面太过敷衍 但也有粉丝则表示理解称 据说女演员都不愿意提光头 戴头套又很麻烦 干脆让男的上 更有网友则干脆搞笑调侃称 原来这就是《五妹娘》怀孕的真相 夜市有新闻中心 社会报道